Hello 你好 我是康祺 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由BFM财经为你制作的开门建商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来自新加坡的一家 临床手术3D打印修复技术公司 Ostropor 奥士博 其实讲到3D打印技术呢 目前在市面上主流的是一种叫做熔融的技术 就是把融芯给融化了之后 打印出颜料层层叠叠 形成一个3D的立体模型 这就是所谓的3D打印技术 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呢 实际上是从1992年就开始面向这个世界去推出 而且是面向商业市场 虽然经过整整30年的发展 但是呢 今时今日的这个3D打印技术 也没有变成一个老套的技术 而是更加的掀起一波风靡潮流 所以如果今天你在手中握着的是一个3D打印的商品 说不定就会更加的吸引人 吸引更高的商机 不过呢 这个3D打印技术 还是维持在商业发展比较多的时候 新加坡就有三位医生和三位工程师组成的这个初创团队 他们早在1996年就萌生了 要将这种新型的打印的技能 投入到临床医疗的手术领域去了 在2006年取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监局FDA的医药许可证之后呢 发展到目前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家企业 它就已经将3D打印技术 投入到第一 头颅 第二 面部的这个修复当中 技术其实算是相当纯熟了 而且呢 可以说是在亚西安国家 甚至东南亚和亚洲的区域 都是比较领先的 关于更多的这个3D打印技术 具体怎么去跟临床手术结合呢 我们马上来邀请 Ostropor 奥士博的技术兼营运总监林靖 欢迎你 就像我开场提到的林靖 因为这个3D技术 当然我们在市场当中 是有很多的观察 而且很多年了嘛 可是Ostropor在1996年 你们就开始投入这个技术的研发 会不会在这么多年来 不同的阶段 其实你都会面对不同的质疑 像很多年前 可能就会有的人怀疑说 这个3D打印技术 真的可以用在医学的领域吗 然后多年后的今天 可能医学的这些专家 就会认为说 我们已经很习惯传统的手法 为什么我们要是新的这些技术 而且可能也会面对一定的风险 那你是不是在不同阶段 都会面对不同的这个疑问呢 刚才那个问题问得很好 当然在公司发展的不同的阶段 就会面临不同的一些问题 在最初的时候呢 我们公司刚开始营业 然后在那个阶段 其实大致上 临床医生 临床专家 跟技术含量方面的话来讲 其实都没有特别的先进 所以当时如果提到3D打印 或者一些组织工程 或者组织再生工程的一些话题的时候 通常很多医生都会产生一些质疑 就说真的吗 你是真的能够让骨修复吗 是通过这个技术就能够让骨自然的愈合 所以最初的时候 就必须做一些临床的实验 去证实这些论点 之后呢 还要采集更多的一些临床资料 把它发表到文章里面去 然后通过这些文章 跟医生跟临床专家去互动 就说我们已经有做过一些研究 然后临床的效果也已经达到 证实了我们能够成功的把骨修复 在近几年来 因为3D打印的那个领域也发展得非常蓬勃 然后大家对3D打印的知识也比较多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的确很多医生跟临床专家都会说 我之前的手术操作手法都已经成功率很高 或者说没有面临太大的问题 那为什么我需要考虑你们的产品跟技术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得提到患者已经开始对医疗这一方面 吸收多的一些资讯 还有一些消息 所以他们对自己的恢复的过程 其实也开始有一些讲究 他们有时候可能会甚至提议医生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可以用这个技术或这个产品 我目前面临的这个状况是否适合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所以通过这一类的一些医生跟患者的互动呢 其实也能够推进医生采用公司的产品跟技术 所以目前为止我们最主要的就是 尽量把我们公司的产品跟技术介绍给医生 如果有可能的话跟病人有一些互动 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有这个技术能够帮助股修复 其实刚才林静你提到两个方面的技术 我们来分别聊一聊 首先就是我开场提到的3D打印 其实比较多的还是用一种叫做融融的技术 就是把这个融芯给融化掉的 这个生产出颜料的这个部分 你看我这样解释就感觉我是门外汉是不是 所以能不能够请林静来稍微的解释一下 到底这个3D打印的技术是怎么一回事 康奇其实你解释的挺好的 很容易了解 它就是以一个融融的技术 然后我们有一个打印的一个喷头剂 然后材料是从那个喷头剂里面被挤压 然后把它打印到一个平台上面 然后它是一层一层的打造上来 然后最终呢 它就成为一个3D的一个立体的一个产品 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你们临床手术的这种3D的打印技术 首先是讲原料 再来就是这个融融的技术 其实它会有出入吗 还是它跟商业市场所使用的这种3D打印技术 也是一样的 它的技术会比较特别 因为这些都是一些所谓是永久性植入体 所以从法规的角度来讲 这些都属于比较高风险的一些产品 所以我们对制备的过程是需要有一些讲究 我们必须要有质量管理系统去把整个过程做一些监控 然后确保说呢 打印出来的产品是符合规矩 规格 之后它还需要一个灭菌的过程 才能够带到医院给医生使用 至于它的一些打印机材料 它是有一些特别的要求 特别讲究 然后也不是说能够采用市面上随便一种材料来打印 如果只是说做一些模型之类的 可能选择的比较多 可是在医疗方面它的选择就没有那么多 可是这么听起来的话 它其实就是把传统的 比如说金属的这些支架 把它改换了一种原料而已 那其实怎么能够做到 像刚才林静你有提到的 要让这个骨骼或者是这个组织去自动的修复 而且可能就会有人问了 那你既然只是换了一个材料 我当然就是选择金属 因为一方面它就更加的高规格 另一方面它更加的坚固 我怎么知道3D打印出来的材料 它会不会在我的身体里面很长时间之后 就会有一些变质 然后它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大的支撑力了 而且需要考量的另外一个 我想也是包括说器官的移植 可能有时候都会有排斥的现象 那3D打印技术也会有这个担忧吗 大致上如果我们身体是需要接受一些 不属于体内的材料的话 在最前面植入后的一个阶段 其实身体是会对它有一些反应的 其实这个反应是很重要 因为有了这个反应呢 它还会有机会去到修复的那个过程 那我们就先谈材料吧 市面上目前比较常用的一些材料 都是我们所称的一些永久性的材料 就是钛合金啊 有些是巨蜜蜜筒啊 之类的一些材料 那这些材料植入到体内 当然它是符合我们一些指标 才可以有这个产品嘛 可是我们也有看到市面上有一些临床文献 就是说这一类的材料植入后 大概五年到八年 可能会发生一些免疫排斥 或者开裂或者断裂的一些并发症 然后有时候呢 甚至于会在25%的患者里面 会发生这个状况 所以虽然说它是非常的坚固 然后可能能够立刻以行补行吧 可是从永久性来讲的话 它有时候并不是那么永久 所以从我们公司的角度 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助身体自己去修复 长成自己的骨组织 然后这个材料呢 我们选用的是一种聚合物 它能够非常安全地在体内被代谢掉 最后呢 它是成为二氧化碳跟水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安全的一些材料 那在这个被代谢的过程当中呢 骨就自然地能够以爬行式 从周边爬行式往里面生长 最后病人就能够以自己的骨组织修复 这样一来的话能够避免一些后期的并发症 比如一些免疫排斥的反应 那之前也有提到可能有时候会移植骨 或者移植组织的话 它也是会发生一些类似的状况 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概念呢 去实践成为我们这个产品 最后能够让病人完美地修复 所以其实那个逻辑是 从传统的填补的这个支撑的状态 转换成一个告诉你的身体说 这只是暂时性的哦 最后它会被代谢掉 所以诱导你的骨骼跟组织 自己重新地去生长 很像种植物一样的道理 是这个意思 是的 嗯 了解 那么从这个临床医疗 跟手术的领域来看的话 其实它当然是可以像林静你说的 作为比如说植入体 或者是这个窗口的重建和修复 可是我还好奇的是 它其实除了这一些功能以外 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突破性的技术 是比如说以前做不到的 但是有了3D打印技术 这个临床医学的可能性就出现了 那的确是有 因为之前如果我们以传统的制作方式来讲的话 有些比较复杂的一些微结构 不能够去实践 你只可以在电脑里面做一些设计 然后打印不出来或者做不出来 有了3D打印的技术呢 就以我们的产品来讲的话 能够仿生松制骨 因为松制骨是一个多孔 然后是微孔结构 然后甚至于它的孔是一个互相连接的一个孔系系统 如果我们以传统的制作方法的话 这个是太复杂 甚至于不可能做到 有了3D打印的技术呢 我们就能够去做这一系列 比较负责的一些微结构 从而去提升骨骼修复领域的技术 所以包括像以前 可能它是真的太精细度了 或者是它的这个难度太高 那你没有办法在事前先去研究说 这位病人 他可能需要填补的这个窗口是多大 那我可能就很难去帮他动这个手术 但是现在有了3D的打印技术 甚至连事先的模拟我都可以实现 我就可以更加精准的去为这个病人量身打造 是这个概念 是的 它是远大于那个大小的这个限制 它是基于那个微结构打印的这个过程跟设计 因为之前是没有办法达到 这个微结构的设计的实践 然后有了3D打印的技术 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微结构 通常谈到这些新型的技术呢 我相信很多听开门见商的听众 他们就会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会不会因为这个技术 那么的前沿这么的先进 所以这个价格很高 所以在这个市场拓展方面 我相信Ostropos是B2B的这个业务居多 那你们通常是对接公立的医疗机构 还是私立的这个医疗中心居多呢 这个都有吧 就看那个临床的需求 很多的创伤性手术的患者 都是在公立的医院里面被治疗 当然有一些选择性的会去私立医院 那我们产品其实不论是公立或私立 都能够找得到 然后如果从价格的方面来讲的话 那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技术比较特别 或比较不同 然后把价格放得太高 所以这些都是按着市场价去定位的 聊聊你们在市场拓展方面的手法 通常很多的这些技术公司 可能他就会思考说 我会在某一个区域 比如说美国的制疗公司 他就会直接面向东南亚 可能就在你所在的新加坡 就设立一个总部 那么对于你这样的一种 高科技的技术的公司 你们是怎么去拓展你们的市场的呢 也是在不同的市场 各个国家都设立一间公司吗 目前还没有走到那一个阶段 目前主要的是通过一些经销商 特别是在亚西安这一块的话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做事的方法 然后选用的语言都会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就比较需要去注意 这些比较小的事项 目前为止主要都是以经销商 去拓展我们的市场 而且我记得林静有跟我提到过 反而是在你们这些医疗器材的方面 反而是一定依法是 甚至要在一些市场 必须要委任经销商 是的 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限制 如果不是当地的经销商的话 他可能会要求说 你的公司需要开一间公司 然后必须地址跟代表人是当地人 他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限制 法规方面的限制 毕竟是医疗器材 我也蛮好奇的 讲到你这个医疗器材 因为我们都说嘛 做手术 其实不管你的科学 或者是你的技术多么的先进 你就一定会面临风险 毕竟我被麻醉 躺在床上 我怎么知道 那个成功率有多高 所以这种3D打印技术 来取代传统的金属植入体 其实它会有增加风险的可能吗 目前为止 以我们的临床数据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风险是 远低于市场上 能够看到的一些材料 就比如钛合金 或者一些巨蜜蜜筒之类的材料 这一系列的材料 它们的后期病发生的率 大概在20%到33%之间 那我们的产品是在1%以下 其实是0.01% 那针对市场的这个接受度呢 临近你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会不会有很多的病人 第一次听到3D打印技术 就会有一点却步说 我都已经病得这么严重 你要拿我当实验品吗 还是对于这个技术 是有很多的不信任 你觉得市场的接受度 在这几年有没有提升呢 我觉得大致上都是有提升的 而且最重要的一块就是 我们的产品跟技术 其实已经有临床数据 已经有临床文章 去讲述它这个修复过程跟结果 所以当医生跟患者互动的时候 这些材料都会拿给病人 跟病人去分享 这样一来就会对技术打一个强心针 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 已经植入了6万例 就全球 所以这个技术的成熟度 其实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把病人当实验品 总的来讲 如果有一些新的技术 新的并发症的话 就会从那个研究的方面去着手 当技术到达一个成熟度的时候 才会去做一些临床的实验 当然这些都是要经由一些风险评估之后 才能进入到这个阶段 所以肯定是不会拿病人当实验品的 我想听到这里 病人是会放心很多 但是当然我们讲再商研商 还是有另外一个需要顾虑的是成本的部分 成本的部分有两个 一个是运输的部分 一个是因为3D打印技术 它讲究的除了是那个精细度 还有突破一些创新的技术以外 再来就是你可以很特殊的量身 为病人去定制说 病人需要怎样的一个结构 需要怎样的一个植入体 你其实某个程度上 也能够达到所谓的量身定制 那这个成本 其实它是会让整个医疗的成本更高 还是有效的降低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得看那个公司的技术跟那个技术含量 OK 就我们公司来讲的话 因为主要的那个观点跟概念呢 就是把组织工程学带入临床 所以我们最终的目的呢 就是让骨自然的修复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定制型的产品 是根据患者的一些CT成像 去量身定做 选用的材料呢 也是可以在体内安全的被代谢掉 也能够在同样的过程当中呢 诱导骨跟微血管的重生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最后达到的目的也是同样的 就是让骨修复 所以总的来讲的话 其实是降低这个医疗成本 因为它在后期不需要做一些 跟进的步骤 也可能可以完全的避免一些 后期的并发症 可是会不会因此 让这个等待的时间变长了 因为我相信所谓的制造和打印的过程 应该不是你在地的经销商去处理的吧 所以应该还是都要回到 你们新加坡的总部 那是不是这个时间就拉长了呢 这个时间其实没有拉得特别长 因为现在科技发展得很快吧 主要很多准备的工作 其实可以通过视频 或者通过网级网络 去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这样一来呢 能够避免一些之前如果没有一些科技的辅助的话 的一些问题 目前为止我们如果是一个定日型的产品的话 周期大概在三个星期左右 从神经外科的角度来讲 这个时间点是抓得差不多刚刚好 因为在第一台手术做完之后呢 病人的脑部可能会有一些前期膨胀的一个状态吧 所以在那个时候是不可以做一些植入的 了解 所以必须等大概两到三个星期左右 所以这个时间点其实是差不多的 我想问一个老掉牙的问题 因为虽然这个冠病疫情很多国家都开放了 但是也有一些国家是处于封闭的状态 不一定封闭 但是它还是保持原有的这些防疫的政策跟措施 那假设说我们随时都要未雨绸缪嘛 我们谁都说不准 未来会不会再有另外一场 类似冠病需要大封锁的一个危机 因为在冠病期间 其实我们听到很多案例都是 冠病的病人太多了 医院不堪负荷 所以就变成说 病人要动手术的来不及 或者他就得等就得排队 凡是以这个冠病优先 那会不会让你们重新去思考说 你们的这个经销商的这个运营模式 可能在这种封锁的时期 是不太适用的 因为可能病人就会从原本的 你说的那个周期 可能要再翻个两三倍都不值 其实因为我们刚刚也走过 疫情的一个封锁期吧 在那个时候 因为是医疗的领域 他们对物流来讲的话 是没有太大的约束 也没有太大的控制 所以从物流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个不完全是一个问题 最主要的就是说 基于疫情能不能够去动手术 因为它动手术它有一个风险 然后有些病人可能不适合 在那个时候去动手术 可能他们的情况没有那么良好 所以这个是在医院的安排 接下来来聊一聊Ostroport 未来的这个发展好了 关于你们的技术 先聊这个方面的话 因为我记得临近之前有跟我说过 就是非常新加坡式的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跟西方的世界 可以看齐 作为这个亚洲的引领角色 其实我作为马来西亚人呢 就首先会想到的一个担忧就是 会不会因此你们就成为这个亚洲 跟加西安市场的一个 垄断的玩家呢 我觉得虽然是说从新加坡的角度来讲 但是因为亚西安这一块 我们对医疗系列的一些创新技术 或者一些新颖的材料吧 从那个角度来讲的话 目前为止还是不能跟西方国家 去做直接的对比 所以我们可能是以一个亚西安的代表吧 可以这样说 之前有提到能不能够完全是 垄断这一区的生意的话 我觉得那个可能性也没那么大吧 因为就以选择来讲的话 医生跟临床专家 他们都有不同的看法 然后在不同的时候 或者不同的病人的状况 可能会需要用到不同的材料 它有不同的修复的一些技术 跟一些手术操作手法 所以当然我们是希望产品医生能够去选用 可是我们也知道说 它必须符合病人的一些状况 才能够适当地被选用 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们也会跟医生说 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病人的状况 可能不完全适合选用我们的产品跟技术 我们也会非常公开地跟他说 我们可能觉得这个不太适合 你不妨考虑一下 其他的产品跟其他的材料 可能会对病人比较好一些 当然在商务方面 其实有一些商务合作的形式 它是属于技术转移的部分 这个会是Ostropo未来在考量 比如说拓展你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规模 甚至是业务的规模的时候 会采用的一个手法吗 这个完全是可能的 因为到最后我们可能必须跟 不同的医生医院 或者甚至于大学去做一些研究合作 那在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是必须比较开放吧 就跟大家能够比较有一些亲密的互动 这样能够促使新的想法 新的技术产生 刚才其实林静你有提到说 在不同的这个市场 其实它会有不同的发展 在西方世界 他们肯定是走得更加的前沿 所以哪怕是以新加坡的场景来讲 也很难是直接的比肩 西方世界的技术 只能够说是亚洲区域的一个代表 那么我想问一问 林静你作为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玩家 你的观察是什么 为什么亚洲国家只要来到技术的部分 来到科技的部分 好像我们就永远是一个发展中的区域 我们就很难去真的比肩 西方世界的这个水平 是因为我们缺乏了系统性 像新加坡有政府在背后大力的推动吗 还是其他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吧 可是如果你就按 比如说美国或者欧洲来讲的话 他们这个发展的过程跟历史 也是非常的悠久 当他们初步开始这些医疗技术的一些研究 在初步的阶段 当然也是跟我们初步的阶段 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区别 可能是他们在前面阶段比较勇于尝试 然后可能从这些资源分配方面 他们可能会去专注于做 我们必须去改造 或者去研究研发一些新的技术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时间的一个故事吧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 只是在一个时间点上面去看 就是说他们发展的很快 其实它之前可能发展了100年 可是我们没有去抓住去这个 它有100年的一个历史 我觉得我们亚洲或者亚西安这一块的话 其实我们是有很多技术 等待着我们去发掘 其实我们这边的那个大学的资历 其实也不会差于美国或者欧洲的一些大学 最近我们也看到大学排名 新加坡的大学或者中国的大学 其实都排得蛮前面的 所以我觉得技术是有 我们是需要这个时间 去把这个不同的一些部分 把它结合在一起 然后最主要是 我们是希望能够去很顺利的 跟很成功的去把这个高端的这个技术 把它带到市场上 就像林静你刚才提到的 东南亚甚至是亚洲区域 还是有很多技术等待我们去发掘 然后也提到大学的排名 包括新加坡包括中国 我觉得林静讲漏了 我还是要很自豪的讲 马来西亚其实发展的也不错 在区域内 所以我想问一问林静 Ostrapol未来的这个 无论是在市场和技术方面 你们有哪一些部署吗 当然会有 因为我们必须对修复的一些技术 再去做一些研究跟研发 那我们是希望能够从材料学 或者从打印技术去跟进 去做一些新的技术 然后这些呢 其实我们跟马来西亚很多家医院 都有在做一些互动 然后可能有在探讨一些 可能新的材料啊 或者新的一些适应证 然后适合采用我们的产品跟技术 这个是必须做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们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有新的产品面试 特别是在口腔科 或者甚至于基建的重建 刚才其实在刚开始 我开场的时候有提到 你们是受到这个FDA的认证 但是林静其实也有专门提到说 你们只有头颅和面部的认证 所以是不是意味着 如果你需要拓展 其他身体部位的这些修复的技术 你就需要另外的再去申请执照呢 是这样子的 因为法规 他们是按照适应证去批的 所以如果有新的适应证的话 它是会有另外一个步骤 去申请我们的这个许可证 那我们就希望奥特勃奥士博 未来可以往更多身体 其他部位的这个适应证的 修复技术去发展 而且让这个市场越来越丰富 和蓬勃的在3D打印技术 跟临床医学的这个部分 蓬勃的发展跟交流 因为我其实还蛮认同 像林静刚才讲的资源分配的部分 其实很多时候 在访问一些前沿技术的公司的时候 我都发现说 你们的这个思维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都会想说我要怎么赚钱 但是其实这个逆向思维的话 是你应该先分配了资源 去投入到勇于创新的这个领域 你才能够同时的 在慢慢发展的过程当中 得到更多的商机 其实它是双向互动的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 奥士博的技术总监 兼营运总监林静 又给我们讲了一个 这么好的创新的故事 谢谢林静 谢谢康琪 开门建商是BFM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财经.my BFM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这个节目每逢周二去周四准时更新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 都可以PM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以及LinkedIn 开门建商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